三个男孩听说好友意外去世 本来在宿舍暗自伤心 结果好友突然走回来 最后还没有任何影子 这个故事出自于泰国电影 十一十二十三 至死不渝 在泰国送干节的前几天 有个剧组正在拍摄鬼片 主要角色有四个 分别叫小南 小西 小东和小北 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 主要是想拍个短片参加迎战 因为说玩票性者 四个人也没有多要求 拍完一场就跟紧下班 在途中 他们遇到一场 一个叫静静的女孩 小南不知为何 内心砰砰直跳 瞬间就明白 自己的春天来了 不过他有罪心没罪胆 明明喜欢 却不敢上前接触 惹得其他三人纷纷嘲笑 回到宿舍后 小北就开始剪辑拍摄的片段 其中有个场景 背后的影子没有头 小东就觉得这不对劲 可其他人却觉得 这应该是摄像机角度问题 所以也没人当回事 第二天 他们拍摄完后回来 在途中又遇到了静静 这一次小南鼓起勇气 上前跟静静打招呼 得知他在等闺蜜回家 可是闺蜜迟迟没出来 他自己又怕黑 所以心情有些焦急 小南追到后 在好友的鼓动下 T2要送他回家 静静欣然点头答应 一路上气氛 本来挺温馨的 结果途中 他们遇到了一个黑影 从远处看起来 那是个没有头的怪人 小东因为影片的缘故 直接给吓跑了 上下的小西和小北 也很没意气的 扔下小南和静静 转头就跑得无影无踪 实际上他们都看错了 那只是个抱着孩子的老大爷 因为灯光的缘故 从远处才看起来像个无头怪人 因为没有扔下静静独自逃跑 小南也算因祸得福 赢得了对方的好感 还答应在隔天一起约会 这本来应该是件好事 可惜在约会当天 他们在公交车上遭遇车祸 当时新闻报道 所有人都遇害 留在宿舍的小东三人看到后 本来很伤心 结果没多久 小南带着一身伤痕回来了 很明显他已经不是人了 因为古老相传 在送甘节的前三天 有未了心愿的鬼魂都会回来 只有完成心愿后才会离开 为了把小南送走 三人就决定想办法完成他的心愿 可问题是 小南的心愿是什么呢 三人就鼓起勇气跟他接触 小东拿出自己收藏很久的美女话 小南曾经讨咬过很多 他都不愿意给 这次只能拿出来了 小北也拿出曾经借过的钱还给他 小东虽然没欠他什么 但也说了几句好话 让小南感动得差点哭出来 随后一阵冷风传来 三人一转头发现小南不见了 他们本以为成功送走小南 结果随后又发现他还在房间里 三人在一起商量 觉得小南不愿意走 肯定是没看到小东出家 因为在他们四个人一起商量过 拍完短片 就是小东出家当和尚的时候 因此为了满足小南的遗愿 小东就决定提前出家 等一切准备好了后 三人回到宿舍 小南果然不见了 应该是看到遗愿已经完成 就直接离开 三人总算松了一口气 瘫在床上睡了起来 只是就在当天晚上 小南又回来了 这一次他很生气 因为小东举办仪式的时候 没叫他 至于太不够哥们一起了 随着他生气 天空巧合的打起闪电 三人背下的落荒而逃 这时候小南才发现不对劲 敢请你们把我当成鬼了呀 真是搞笑 车祸我只是受伤而已 都没死 哪来的鬼 这时候小东才发现 他们误会了 本来想道歉 但小南没功夫听 他还记挂着跟静静的约会 因为车祸没有赴约 现在只能去那天见面的地点 其实小南虽然没死 却因为车祸而失忆 静静才是车祸的遇难者 因为记挂着约会 一愿未了 就变成鬼魂 留在原来地点等候 看到小南赶过来后很高兴 结果下一秒 他的下巴就掉了 把小南吓得落荒而逃 同时失去的记忆也找了回来 现在的问题是 静静因为记挂着约会不肯离开 整天缠着小南不放 小南却没有胆量去跟女鬼谈恋爱 每天只能落荒而逃 这种日子也不知道能够坚持多久 影片就此完结 这个故事虽然很短 但也说明一个道理 那就是一事 不要轻易下结论 等百分百确定之后再说 好了 今天就先说在这里 另外喜欢的请点个赞 或者转发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